Tactic 我们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母音在A 我们发成A的音 所以整个音节念成TAC TIC的I念成短母音 所以这个字呢 总共有两个音节 重音 如果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TACTIC TACTIC 好那TACTIC呢 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策略 或者是手法 来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A specific way 一个特定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 of doing something 做某一件事情 特定的方式 它的目的 in order to 它的目的呢 是会达成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中文就翻成策略 或者是手法 好那我们知道呢 相对于策略 还有另外一个字 也是我们蛮常看到的 这个字呢 念成Strategy 那Strategy呢 这个字呢 也是策略 或者是叫做计谋 那这两个的差别呢 就是这个策略 通常是属于比较短时间的 好 或者短时间 或者特定的问题 针对某一个特定问题 所想出来的TACTIC 那这个Strategy呢 通常是属于比较长时间的 大范围的策略 我们就用Strategy OK 好我们看立句 Because the other boxer had a powerful left hook Vinny's tactic was to try to stay on his left side 好他说 Because因为 the other boxer boxer在这边指的是拳击手的意思 好因为呢 另外一位拳击手呢 Had a powerful left hook Powerful指的是强而有力的 Left就是左边hook 原本的意思是钩子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Left hook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左勾拳 所以呢 Vinny's tactic 好 他的策略是什么呢 Was to try to stay on his left side 就呢 保持Stay 好就是保持的意思 待在什么地方呢 待在他的左边 OK 那这样子呢 他的左勾拳 就比较不容易打到他 好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次Tactic 名词策略手法